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将放宽入境检疫时间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支持解封 但也提醒民众要有零星个案的心理准备 另外也再次说明居家隔离补助方式 原则上免费除非超过补助金额上限 或补助北市指定防疫旅馆才需自费 与病毒共存已经成为现金防疫共事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计划三月起 将入境旅客减一天数缩短成十天 台北市长柯文哲拿出数据分析 过去两个月居家隔离超过十天后确诊有23例 因此民众要有心理准备 未来会有零星个案丢进社区 一到两不剩的 他是在十天之后才被发现 我个人是赞成解封 但是国人同胞要内心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一旦十四天改成十天 偶尔会零零星星会跑进来几个案 至于现行匡列隔离办法 入住防疫旅馆费用到底由谁支付 许多人还是补萨萨 副市长黄珊珊出面解释 市府补助居隔者一天2400元 原则上在台北市居家隔离免费 超过2400元 或是不住北市指定的防疫旅馆 只要我们安排的居家隔离者 就是防疫旅馆直接跟我们合销 所以居家隔离的人 他是不需要付任何费用的 那他还可以去拿的居家隔离通知书 跟中央申请居家隔离的补助 至于第23期疫苗预约率只有41.35% 北市府决定下一期分两阶段开亮门 减少医护人力资源浪费 另外也宣布延长打疫苗送礼券策略 只要涉及台北市65岁以上的民众 3月31日前打疫苗 都能拿到200元商品券 希望能鼓励长者踊跃施打 为了维护民众食品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定期到市场 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等数 抽烟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 今年1月抽烟52件产品 不合格率达23% 这些高风险产品依法科处 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还 消费者购买钱可要多加留意 台北市卫生局定期抽烟生鲜蔬果 检验残留农药 今年1月抽烟52件 结果有12件不符规定 不合格率为23.1% 其中国产7件 进口则有5件 两件铜蒿分别验出 1至3项残留农药 荆棘及包新白菜各两件 分别验出1至2项残留农药 三件草莓 两件芥兰及一件辣椒 各被验出1项残留农药 凡是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规定 都被列为高风险产品 依法可储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罚还 卫生局表示 市面抽烟产品属于终端管理 唯有落实源头监测 及产地加强辅导正确适用农药 才能有效减少输果残留农药的问题 而贩售业者应该要求卖方 提供完整产品交易凭证 并将产品外箱资讯 如厂商名称 供应代号等拍照纯正 方便后续追查不合格产品来源 落实源头管理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癌症是台湾十大死因之首 肝癌更高居癌症死因第二名 而八成肝癌其实是由B型或C型肝炎而来 为了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国民健康署从前年开始 放宽成人BC肝炎筛减年龄 民众只要年满45到79岁 都可以免费筛减守护肝的健康 疲倦 黄胆 想吐 当心已经是肝病晚期 根据统计 国人109年死因肝癌 慢性肝病跟肝硬化的人数 是11737人 由于肝脏是沉默的器官 早期几乎没有症状 想要及早发现治疗 国民健康署将终生一次 BC肝炎筛减资格 放宽为45到79岁 呼吁民众踊跃筛减 为了配合国家2025消除细肝计划 我们在109年的9月底 开放是所有成见的意思 在9月28开放以后 到今年的10月底 我们总共晒了134万人 那这个成绩可以说是 非常谢谢我们 所有医疗院所的一个帮忙 还有民众的一个配合 只要超出一管血 就能得知是否罹患 B型或C型肝炎 而为了方便民众筛减 全台从今年3月1号开始 成人预防保健机构的专科医师 都能够提供服务 若确认感染C肝 将用健保全额给付 口服新药治疗 节省下20万元的医药费 在过去的治疗 最大的麻烦是病人的承受度 那我们现在口服的新药出来之后 一天只要吃一次药物 治疗只要 一般来讲就是两到三个月 这很明确 那过去这样的治疗 我第一个病人自己花了240万 可能他是有一个B型肝炎的代言者 或者是我们从这个检查看出 他是有C型肝炎的抗体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进一步去了解 他到底是B型肝炎代言者 还是目前他以前有多过C肝 根据统计 感染BC肝后 每4人有1人会变成肝硬化 肝硬化后 每20人有1人会并发肝癌 国建署提醒 民众可以透过政府补助筛检或其他健检 医生至少接受一次 BC型肝炎检查 保障自身健康并有效预防肝炎传播 记者顾三勇 台北采访莫道 长期关心儿少的台湾展示协会 公布2021年度调查报告 其中诱拐骗取儿少私密照 和性勒索 依然是最严重的网络危机 而民众检举案件 也比2020年增加了11% 其中年纪最小的被害人只有9岁 让人不得不正视儿少的安全问题 为了响应2月的全球网络安全日 台湾展示协会公布调查年度报告 发现诱拐骗取儿少的私密照 性勒索仍然是最严重的网络危机 平均一天就有三件儿少性剥削的检举案件 主要包括说这个网络诱拐的一个案件 或者是儿少的私密照被外流 或者是这个有专门在贩卖儿少性剥削影像的 这样的一个网站 根据web547网络检举以及咨询热线报告 2021年检举总案件为4450件 其中儿少性剥削为1148件 占了26% 相较于2020年增加了11% 而台湾儿少为主要的被害人 最小的被害人年仅9岁 发现有违法的内容的时候 就应该要尽速的移除 并且通报给警政单位 台湾展示协会呼吁 政府应该加速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修法 并且制定网络诱拐法 家长也应该时常关心子女的上网行为 并鼓励大众检举违法以及不当的内容 才能打造正向安全的线上环境 接下来从的话传报道 台北市警察局温山第二分局辖区 由于接近市场有许多退休高龄住户 加上罗斯福路等干到车速较快 容易造成车祸事故 为了避免年纪大的行人发生车祸 文二分局特别制作宣导短语 透过巡逻远景在大街小巷穿梭播放 提醒民众多加注意 在新德 新龙与花木市场附近 警车缓缓停下 轻量广播嗓音 吸引不少路过民众注意 驾驶人请减速慢行 原来这是文山第二分局为了守护长辈 特别制作了国台语版宣导 提醒用路人跟汽机车驾驶 要减速慢行并优先礼让 特别是当爷爷奶奶在过马路时 有编于以往的制式宣导 避免年长行人车祸 另外文山第二分局也针对 未停让行人优先通行 行人违规等等项目 实施重点执法 提醒用路人避免发生事故 并深入长辈常常出现的场所 像是景美市场 新龙公园加强高龄族群宣导 也在夜间容易造势昏暗的地点 巡逻开启警示灯 落实安全执行 另外也建议步行或骑自行车的长者 应佩戴反光照明安全设备 增加自身辨识度 同时也不要摊快横跃或步行马路 避免危险事故发生 记者顾琛永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振兴经济 为期三个月的2021台北构起来活动 总共超过15万人组车参与 活动总消费登陆金额高达53亿元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现场抽出300万进口休旅车大响 感谢民众和店家共襄盛举 活络地方经济发展 2021年11月初 台北市政府为了振兴经济 它被举办2021台北构起来活动 民众搅带台北市消费满200元 并且登陆发票 就可以参加抽奖 多上圈都认为 就是说假设是没有做这个的话 我们的经济的确是会比较沉闷一点 究竟这台车子的得主是谁呢 好 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好 恭喜 又不是我了 特别市长柯文哲拿着车钥匙 对着荧幕填选 超过300万元的进口豪华休旅车得主 就此诞生 加上其他241份 包括黄金金条 3C 家电等丰富大奖 也纷纷抽出幸运儿 为我们面对这疫情 其实有四个要项 防疫 纾困 振兴 转型 今年民众参与相当的踊跃 吸引超过15万人注册参与 包括商圈 百货 卖场和连锁业者等 上千家特约店家共襄盛举 活动总金额登陆金额超过53亿元 有效活络台北市的商业发展 接着曹德华 传报导 较不接 豪华 传报导 较不接 豪华 传报导 统签 律 诺兰 狗华 企根 不接 豪华 企根 迦路坐围 获达导 全面溝通 你要想想看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選擇不要再承認 你不能這樣加入我們在聯盟然後在影嗎 沒有人會知道是影外流的 放心 我們算是同鄉 這是我給你的優惠 我還是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覺得...我覺得很好 我一定會不會有關 我是不是 新北市長侯友宜視察鞍坑輕軌平面段動態測試狀況 與多位地方民代共同 試乘檢測行駛間與煞車時的平穩度等項目 市長表示行駛過程相當平穩 整體表現大致滿意 安坑輕軌力拼在今年年底完工通車 新北市長侯友宜日前特別前往視察 並且親自參與平面段動態測試 從K1雙城站搭乘到K5的景文科大站 也邀請了多位地方民代一同試乘 過程中檢測了行駛間與煞車時的穩定度等項目 對於市程感受 市長侯友宜表示非常平穩 大致上都很滿意 那一路過來大致非常平穩 當然過程當中也做了幾集煞車的行駛 那也是安坑輕軌正式第一次 在整個平面路線動態的移動 所以民意代表不如我們大家一起來乘坐 感受安坑輕軌 安坑輕軌全長7.5公里 7點為K1雙城站延伸到K914張站 銜接捷運環狀線 新北市捷運局表示 列車整體國產比例達42% 車身為市民最高票選的光耀金塗裝 象徵榮耀古金裝成 市長侯友宜特別丁寧 建設一切以安全為優先 並期盼年底順利完工 讓便捷又美麗的安坑輕軌如其全線通車 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要做到安全 繼續民意的把所有的安坑輕軌 所有的問題都在連體能夠順利完工 讓安坑輕軌閒些14張 可以省下20分鐘的時間 讓安坑地區的機民 有一個快速便捷又美麗的安坑輕軌類車 新北市捷運局表示 去年9月份 安坑輕軌手列車登場後 一共有9輛列車陸續運抵機場 預計在今年4月份 15輛列車將會全數到期 目前整體工程進度已達86% 希望能夠在年底通車 讓在地居民前往大台北地區 能夠省下20分鐘車程 帶來便利交通 活絡地方發展 記者陳曉淡採訪報導 金山區黃青路與黃青大橋是休閒觀光的重要景點 不過在部分路段行走時會碰上人車爭道問題 為了提升黃青大橋與黃青路的觀光品質 同時保障行人安全 地方計畫將要施坐人行道 預計今年完工 金山區黃青路黃青大橋是觀光休閒的重要景點 不僅如此環境生態的美麗景觀 也是在地居民散步践行的熱門選擇 不過在黃青路上部分的路段來行走 就會碰上人車爭道的問題 為了讓黃青大橋黃青路的觀光休閒品質提升 也保障行人的安全 計畫將要施坐人行道 預計今年將會完工 在這個黃青路段上面 那因為有部分路段 已經設有專屬的行人和自行車道 那部分路段是平面共用的這個情況 那這一次是特別感謝市政府養工處 還有我們這個白沛如議員 特別經過會刊 我們今年將在這個黃青路段上面 特別增設前路段專屬的行人和自行車道 這個整個施工長度會高達700公尺 那整個工期呢 預計要到100天 那在施工過程中呢 我們當然會注意到整個施工的行人影響的動線 也會注意到完工後的排水 那在完工後呢 將會給予這個金山區民 煥然一新的全新的黃青路段 在黃青路上靠近金山青年活動中心的路段 路幅大以標線區分慢車道與快車道 若是行人要走就會走在慢車道上 形成人車針道的現象 而靠近台二線的路段 則是有人行自行車道與快車道完整的區分開來 為了補足剩餘未施作人行道路段 市議員白沛如也到現場來關心 並且爭取經費的挹注 讓剩下約700公尺的路段 可以將人行道的設施給施作起來 希望說整體改善之後 我們整條路的安全 大家走在路上 不管是平日居民來這邊散步 或是有重要的賽事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點是我們青春山海線非常重要的景點 我們希望說來這邊的遊客也可以很安全 然後可以很安心的來這邊旅遊 所以很感謝市政府的幫忙 還有我們公所的配合 還有里長里辦公室這邊的協助 讓整個工程可以順利的來推動來進行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整個黃青路 黃港連接黃青路的一個700米的步道 把它連接起來 讓夏天我們在地這些民眾還是UK 現在都會來這裡運動 對這些民眾對這些UK的安全性 黃青路人行道工程 預計會避開清明連假在5月開始動工 而工期大約100天 將會施作實體的人行道 而設施的寬度約220公分 鋪面採高壓磚 且有無障礙的波道設計 改善過後的黃青路 將會維持兩車道爽向同車 不同的是行人遊客行走觀光時 將會更安全有保障 至少平函金山採訪報導 淡水清水鹽祖師廟在上週廟前廣場 舉辦一場支持淡水清水鹽廟前道路開闢說明會 不過在開始前的一段影片 卻播放出新北市議員鄭宇恩 爭取該道路上古蹟施加古措的修建 被影射阻礙道路開闢 對此鄭宇恩嚴正博士 表示這是荒謬不實的指控 淡水清水鹽祖師廟在上週 於廟前廣場舉辦一場支持淡水清水鹽廟前道路開闢的說明會 不過在開始前的這一段影片 卻播放出新北市議員鄭宇恩 爭取該道路上古蹟施加古措的修建 被影射為阻礙道路開闢 對此新北市議員鄭宇恩則是嚴正博士 並且表示這是荒謬不實時空措置的指控 這件事情我要做慎重的澄清 六號道路其實已經延宕了四十幾年 那其實早先在六號道路的第一階段開闢完成之後 第二階段跟第三階段 目前就是第二階段是步道的形式 那其實這個都是過往三十幾年 沒有辦法開闢成功這樣子的一個窘境 並不是大家主持廟所認為的 我是主黨六號道路的人 議員表示施加古措早在他當選前 就列為施定古蹟 2005年施加古措指定為施定古蹟 他是2014 12月當選是議員的 而2005年他還是個大學生 對於這不實的指控與影射撕裂的地方 續證建設不該輪為證據操作的工具 在2019年就民國108年的時候 市府有到淡水開一個說明會 主要就是定案施加古措的這個古蹟的修復 還有六號道路開闢的形式 那六號道路是以步道的形式來開闢 這件事情其實市府也是這樣子來建議的 那因為步道可能不符合主持廟他們的想法 所以施加古措的修復其實一直都是留標的狀態 那我們希望趕快讓地方共榮共好 一起去打造一個歷史悠久的一個知名的景點 不過這條六號道路與施加古措之間的多年難解爭議 市議員表示以步道的方式與施加古措並存的六號道路 將有機會達成居民需求以及文資保存的雙贏局面 更能夠串聯為淡水文資聚落 也有機會可以打造一處更為舒適的觀光休憩據點 議員認為市府所提供的人行步道方案是可以兼顧促進地方繁榮 並且守護淡水文化資產的最事方案 也期盼透過理性溝通能夠逐漸消弭當地居民的誤解 為淡水救城區帶來新亮點 記者許多安逸淡水採訪報導 西市區國興街居住人口好幾百戶 不過沿線的人行道並不好走 紅磚破損嚴重 凹凸不平 新北市議員廖先祥接獲陳情後 召集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希望拓寬人行道並清除上面的障礙物 讓行人有更安全舒適的行走空間 從汐止國興街進去沿路都是爬坡道路 算有雙向各一線道 不過有時候車子過去 如果行人也走在馬路上就相當危險 這裡是國興街迎序山莊 裡頭居住人口近千戶 算沿線有事坐人行道 不過障礙物卻不少 尤其人行道已經夠窄幾乎只夠一個人走 中間在矗立電線桿一站 行人根本無路可走 只能彎出去走馬路顯向緩生 這只要這個人行道就是經過社區的主委 跟住戶來我們這邊緩應 那因為需要議員跟公所這邊一起來會看 看怎麼樣協助把這個路面把它整平 還有一些障礙物看怎麼處理掉這樣子 高地差非常的大 那包括我們的禁寬也都不符合現在的法令的標準 那希望來尋求一個改善 那我們看現場 那因為道路是還蠻寬的 超過標準的車道有一定的空間以上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說 我們有幾個評估的方案 第一個看是不是能夠納入我們的前瞻 爭取我們人本環境的改善 一併把一些這個花台 這個以及我們的電感 一併的一些障礙物 一併把它處理掉 在接獲陳情後 議員廖仙祥就邀請汐止區公所等 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因為目前的人行道設計 近寬不符合標準太窄 還有花台電線桿等障礙物 還有時間一久 紅磚破損嚴重不平整 雖然有用水泥修補 但是走起來還是不安全 會堪討論如果無法爭取前瞻計畫 也請市府協助改善 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說前瞻那邊沒有辦法爭取的話 我們用市府的預算的時候 我們也會評估說 是把它做一個透寬 但一些設施帶的部分 也要這個電感 也往旁邊牽一下 讓我們這個人行道的近寬 達到最基本 原則上150公分 那如果有障礙物屋的地方 也要符合90公分的一個規範 那同時把我們的地品 全部的來改善 那後續我們會 我們會盡快的 來跟我們養工處來協調 看後續要用哪一種方式來改善 是不是爭取前瞻經費 或是由市府整平拓寬 後續將與市府養工處 再協調哪個方案可行 盡快改善 讓民眾有舒適安全的人行空間可以走 這程慧玲細紙採訪報導 新北市新店區永平街和安和路 三段路口附近的人行道 因為全段尚未完全通行 民眾被迫走在馬路上 與車針道顯像還身 永平里長林木山 向新店公所爭取整件人行道 要還給民眾安全的通行環境 新店區永平街與安和路 三段路口附近的人行道 因為捷運施工道路縮減 部分路段劃設在車道上 因此民眾有時候必須被迫 走到馬路上與車針道相當危險 為了提供民眾更安全的行走環境 新店區永平里里長林木山 與公路總區協調 並向新店區公所爭取經費 針對路口一帶的人行道 進行整件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 很多行人 還是在安和路三段永平街口這邊 還是有要走大馬路 我就一起跟公路局 還有跟公所他們協調 就是來把安和路三段 永平街口 這個圍裡把它拆掉 把櫻花把它移過來 除了將人行道上的櫻花移至花台 這項改善工程也分別在 永平街與安和路口 以及永平街21巷口 重新規劃斜坡道 讓民眾可以善加利用人行道 不必冒險走在馬路上 21巷這邊也有就是 也需要開通這個櫻花道 免得就是 民眾就是會 會走大馬路再出去這樣 李牧山里長表示 目前人行道改善工程 已經進入首尾階段 只要撲面完成 就會馬上開放讓民眾行走 記者陳曉旦採訪報導 希望我們中間堅定來支持 是不是 以後只剩下我一個人練球了 小將是吧 從來沒有想到 原來家的感覺 可以很放心 只要你不放棄 爸爸永遠都會是你的守門員 打開家門 讓愛住進來 新北市長侯友宜出席參加教育局 舉辦的全市國中小校長會議 市長透過線上視訊方式 勤勉校長們要致力接軌國際 落實永續發展目標 和全球教育環境 齊步走 新北市政府透過網路視訊的方式 舉行了國高中校長會議 並發布全國第一本教育版的 VLR志願性地方報告 市長侯友以勤勉 全市340位的校長致力 接軌國際 落實永續發展目標 要和全球教育環境齊步走 我上任以來 除了教育的理念 給大家做說明以外 我也特別要求新北市所有團隊 要落實 國際的地方志願顯示報告 VLR最重要的SDGs17項指標 為什麼要這17項指標 因為教育本身就是要 讓生活裡面的物學去做好結合 教育本身不是關起學校的校門 在自己在講教育 他必須要跟生活上結合 所以當我們在推SDGs 永續環境永續城市 也就是一種永續環境的教育 在會中侯友以手中拿著輔帶 並且透過視訊感謝校長們 在新冠疫情期間 持續耕耘教育守護孩子們的健康 也祝福校長們平安雄厚 疫情就是五年 所以市長寫著平安雄厚 這是一個25歲的優秀的 年輕的市長寫的 讓年輕的族夢再信 所以這裡面平安雄厚 可以講些平安雄厚 那這裡面是福袋 福袋用古文 古文可以講科文 我就班農科文 期待達到古文 就是一個好運 希望我們今年能夠鎖住疫情 鎖住我們的教育理念 大力的往前走 祝福大家 領安雄厚 這場線上的校長會議 教育局特別佈置了一棵勇士之樹 並邀請市長和學生 共同種下象徵五批的樹苗 市長更期許教育人員 莫忘教育的初衷 以成就每個孩子的信念 引導學生 關注全球永續發展的議題 努力接軌 國際邁向永續發展新城市 記者黃祐賢新北市報導 主委高中於110年開始 執行創新加速器計劃 而該計劃 以動手實作 與問題解決的 Steam素養為核心 設計了機器人專題課程 藝術結合科技與人文歷史 跨領域課程透過做中學 學習操作技能 最次成果展 探究相關連結的知識與科學內容 利用合作 共創培養創新 設計思考 溝通互動等其他重要 知能與素養 我們把Steam的五大跨領域 從科技工程科學數學美術 把它融入到我們陶育課程裡面 因此你在陶育課程裡面 你可以看到 不僅僅只是看到一些 主委的公共藝術 也會看到淡水在地的一些 人文建築 還有歷史古蹟 在機器人課程裡面 我們也不單純只是在 在教程式控制 以及機器人的組裝 我們從設計思考 連感結構 機電整合 到程式設計 一條龍的把它連貫起來 融入到課程裡面 此外我們也加入了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的條件 我們透過了學習平台 在學習平台 我們可以記錄學生每一週 他們的作品實作的狀況 學校表示這一次 包括了藝術課程 以校園公共藝術為主 學生透過平面拓映 記錄的方式親近作品 從作品中探討社區環境之美 陶藝校本特色課程為主軸 讓學生體驗不同土質特色與質地 另外還有機器人專題 透過認識雙鑽石設計流程 培養學生有系統的設計與 規劃作品 接著利用機器人控制與組裝 來探究程序設計的三大流程 與資料結構 我高一的時候上到城市園這門課之後 對城市場真的非常大的興趣 然後現在高三上到這門課之後 我覺得跟以往高一的城市園不同之外 我能看到這一整個實體在運作 我們利用了淘土各種不同的高度 分別是1公分 3公分還有5公分的高度 還有各種淘土不同的顏色 來呈現層次上的美感 我們還在就是比較高的淘土中間挖洞 然後穿LED燈這樣子看起來更有層次 學生不只是能夠學習到設計與演算法 也可以學習結構與電路組裝等工程課程 加上創意組裝與外觀設計 讓學生從零開始設計與組裝包含了不同的功能 可以遙控機器人 除了資訊學科內容之外 專題課程也結合了科學科技工程數學與藝術 五大實定的核心領域活化課程內的豐富學習歷程 記者許多恩義大學採訪報導 新北市三重區中校裡有一塊國防部的機關用地 過去被民眾佔用成為垃圾堆積的髒亂點 去年在中校里長劉子玉和新北市議員 李翁月兒的積極爭取下 三重區公所以新北綠家園方案進行施作 如今已成為一座小而美的綠地公園 三二一 嘉賓共同接幕 歡迎中校裡第二座綠家園完工啟用 三重區中校裡有一塊國防部的機關用地 過去被民眾佔用成為垃圾堆積的髒亂點 去年在中校里長劉子玉和新北市議員 李翁月兒的積極爭取下 三重區公所以新北綠家園方案進行施作 如今已成為一座小而美的綠地公園 原本是一個荒匯充滿廢棄物的一個空地 那經過這個劉子玉里長的一個爭取 以及我們李翁月兒議員大力的一個協助 另外也要感謝全體議員對整個市政府預算的支持 來由工所這邊向這個城鄉發展局來爭取相關的經費 以及工所本身的這個經費 那共同打造這個中校里第二綠家園的一個闢色 為了美化社區提升生活品質 李翁月兒和劉子玉三年來努力不懈 一路從各局處爭取到上級單位 成功任養兩塊國有地 提供你們更多休憩放鬆的活動場所 不管國風暴也好 國有宅三宿也好 在我們地方就是要開放八市所有 三年的堅持八市跟李翁月兒大家不放棄 背後一路一到正處非常感謝 我希望我們新百姓每一個地方 就都要做到這麼漂亮 因為我們要這個土地 很感謝我們議員還有工所各單位的協助 然後我們的心裡的信念就想說堅持 還有承諾對李明 大家來講我心裡的原則就想說一定要做到 然後盡全力去做 李翁月兒強調爭取過程再怎麼困難都無所謂 重要的是要達到目標 也希望市府應該更積極 更主動 要求中央釋出更多國有土地 提供地方認養 讓更多民眾受惠 記者輪紅採訪報導 西止水源路附近的居住人口多 不過景陵的白雲文化公園 卻因為遊樂設施老舊 地面失滑 一直以來使用率並不高 對此 新北市議員張景豪 爭取市府老舊公園更新經費 經過八次流標 終於招標成功 預計三月動工 讓公園有全新面貌 這是去年初會看的畫面 在西止水源路二段 走過這座跨越坎高坑溪橋 看到的就是文化白雲公園 雖然環境不錯 不過從民國93年新建 到現在已經將近20年 裡頭的設施不但老舊 地面也長青苔濕滑 對小朋友來說並不安全 久而久之 越來越少人來 使用率很低 所以地方也爭取到了市府老舊公園更新計劃 三月就要動工 只見路口處 現在都已經先用黃色錦釋帶圍起來 因為原物料一直漲 然後終於在第九次招標出去 那我們爭取到的預算是1700萬左右 即將在3月1號開始開工 那預計在10月底就能完工 那再加上它的勘驗 我們預計在今年年底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嶄新的文化白雲公園 這個公園因為潮濕 裡面就是比較漲亂 那沒辦法照顧到 那很多人都帶著狗狗來這邊便便 照著很大的困擾 李明跟我們反映以後 我們在109年的時候 張錦豪議員有來協助來會堪 然後請市政府來編列預算 那因為境位不足 然後所以一直在追加 到今年總算已經花八了 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多次流標 中間也追加預算 經過8次的流標 終於在第9次招標成功 而就要開工了 議員還有臨近的幾位里長都到現場關心 簡陵康告坑西的文化白雲公園範圍不小 使用率低 很可惜 而接下來將針對公園斜坡地形 規劃具有挑戰性的遊戲場 增設特色遊具等等 也讓附近的里都很期待 文化白雲公園 它以前做跟現在的時代又不一樣了 那有一些設施根本就沒辦法讓大家都滿意 所以一眼珍惜一些經費 一千多萬來幫我們整個文化 這個公園是屬於文化跟白雲共有的 那我希望說把它真的做得更完善 大家共同都很期望這個新的一個油氣的地方 能夠來產生 產現在我們裡面的面前 讓裡面能夠多一個油氣的一個地方 展現的文化白雲公園它的主題是一個城堡的象徵 那除了會增加一個無障礙空間 剛夠的從左邊上去 一直到最後有一個體健設施 中間有一些歷史的跳樁區 共榮遊具還有一個城堡為主題的一個 就是小朋友可以攀爬 然後在那邊有一個天空之城的概念的一個 共榮性遊具 老舊公園更新計畫一千七百萬元的經費 這座以城堡為主題的文化白雲公園有共榮遊具 中間則是有長型溜滑梯 預計年底有嶄新的風貌 這座慧玲細紙採訪報導 新北市立圖書館從二月份起 正式推出駐館藝術家活動 每個月都會邀請一位新店在地藝術家 道館與民眾分享創作心得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上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分館網站 報名參加 為了推廣藝術生活化 讓喜愛藝術的民眾 有機會可以與藝術家面對面交流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分館 從去年開始 事辦駐館藝術家活動 邀請藝術家道館來分享創作理念 受到熱烈迴響 不過在去年五月疫情嚴峻後停辦 直到今年二月疫情穩定 終於正式推出 我們新店分館 住館藝術家其實從去年就開始舉辦 只是去年是事辦的階段 那因為成效非常的好 也獲得廣大市民普遍的肯定 所以我們今年從現在開始到12月 這段時間我們就正式推出 住館藝術家 今年的住館藝術家活動 總共邀請11位新店在地藝術家參與 每位藝術家都有不同的發展領域 新店分館期盼藉此讓民眾有豐富且多元的體驗 他們每一個藝術的創作美學理念 還有藝術的生涯等等都不一樣 所以相信可以給對藝術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帶來一些多元的感受 像這11位藝術家裡面 有的是書法大師 有的擅長油畫 有的擅長水墨畫 有的擅長插畫 而3月份的住館藝術家 將在3月5號下午2點半裡 邀請盧藤宇分享親子繪本創作經驗 歡迎民眾上新店分館網站報名 記者陳小旦採訪報導 為了守護長輩健康 新唐城有限電視捐贈1000個自製口罩 給時定老人會 這也是第一個捐贈口罩給老人會的企業單位 協會理事長除了感謝新唐城 長期關懷在地長者的用心 也希望疫情趕快退散 新唐城有限電視關懷在地不遺餘力 21號上午由業務經理王建宗代表 捐贈了1000個自製防疫口罩給時定老人會 他表示雖然疫情逐漸趨緩 但仍要保持警覺 才能夠遠離病毒 所以藉由口罩捐贈 希望能夠為長輩的健康守護 進一份心裡 最近大家民眾也非常配合 所以我們防疫有成 但是病毒還沒有遠離 所以我們還是要提起警戒心 所以利用這個口罩 也希望大家能對這個防疫 再進一份心意 理事長楊萬億特別回贈了感謝狀 並且指出 新唐城有限電視是第一個捐贈口罩 給老人會的企業單位 在疫情之下 老人家格外需要關心 上週才開始恢復了體制能課程 讓老人家有機會出來動一動 同時也再次感謝 新唐城有限電視的關懷 到目前為止是第一個捐贈口罩的單位 捐贈給老人會 因為我們這些老人家 那麼外出也必須要戴口罩 那麼也很榮幸 我們疫情已經稍微壓下來了 所以我們這裡才有辦法上課 否則的話 老人家被關的也真的快要受不了了 新冠肺炎疫情為許多人的生活 帶來衝擊 對於地方上的社福以及關懷據點 老人共餐等也都大大受到影響 大家都希望疫情趕快退散 讓生活回歸正常 新唐城有限電視更透過了口罩捐贈 呼籲每一個人都要戴好口罩 做好防疫 一同守護長輩和自己的健康 記者陳曉誕採訪報導 我們在打炸就是在掃黑也是在斷他們的金流 我們在掃黑也是在斷他們的金流 由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與新北市政府合作 第四屆品牌金箔獎開始爭見 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許淑博和新北市長侯友宜 廣邀企業共向盛舉 藉由徵選培訓以及鏈接海外市場等方式 讓企業接軌國際揚名立萬 高興我們的侯友宜市長呢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與新北市政府合辦的第四屆品牌金箔獎 即日起開始爭見 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許淑博表示 品牌利益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的重要關鍵 辦理品牌金箔獎 就是要發掘最具潛力的台灣品牌 過去台灣啊 這個幾十年來都是走在代工 我們明明可以生產 那些非常著名的品牌 但是我們都發現要代工 我們為什麼不能走出我們自己的風格 所以品牌金箔獎的這個成立 最主要是要希望能促進這方面的一個發展 讓我們的品牌在國家在社會 在所有的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把它推出去 新北市長侯友宜指出 新北市有許多優良中小企業 雖然努力推出高品質的服務與產品 但卻沒有讓人聽見品牌故事 其辦就由品牌金箔獎的舉辦 品牌企業能接軌國際 揚名利萬 謝謝商業總會這幾年的努力 讓中小企業透過很多的協力廠商 以及信用貸款 讓他們品牌能夠在國際上接軌 屹立而不搖 對新北市30萬家的工商行號 有大力的幫忙 也對全國的中小企業是一個鼓舞 畢世界品牌金箔獎報名日期 從其日起至3月31日子 凡公司行號成立滿三年 且營業額達500萬以上 極有參選資格 歡迎符合資格的企業 踴躍報名參選 成為最具有競爭力的台灣品牌 記者輪宏採訪報導 新北市議長蔣跟黃親自接待 新北市新聞記者職業工會 理事長黃村山等工會幹部 肯定記者在第一時間報導各地疫情 同時也關切政府對疫情的因應措施 黃村山理事長也回應 工會成立兩年多來 非常感謝蔣議長的支持 期盼日後議長能夠繼續力挺工會 齊心為社會公益努力 新北市議長蔣跟黃在百忙之中 特地抽共接待新北市新聞記者職業工會 理事長黃村山等人 並肯定新聞媒體從業人員 第一時間報導了各地的疫情 讓國人知道隨時做好防疫的措施 表示敬佩之外 同時也關切政府對疫情的相關因應措施 透過這次的敗會行程 黃村山理事長表示 工會成立兩年多來 落實推動社會公益活動 非常感謝蔣議長對記者公會的支持 期盼日後蔣議長能夠持續力挺工會 齊心為社會公益來努力 新北市新聞記者職業工會 很高興很高興能夠來拜訪我們 新北市議會的大家長蔣跟蔣議長 除了蔣議長拜個晚年之外 同時也要感謝記者公會成立以來 蔣議長給記者公會的鼓勵跟支持 今後也希望蔣議長能夠 繼續給我們公會來鼓勵 加油 在訪談的過程當中 公會總幹事林富貴也向蔣議長 分享了這項好消息 公會成立兩年以來投入捐贈獎助學金等公益活動獲釋服的肯定 將在2月24日接受侯市長表揚公益行善團體獎 屆時也歡迎蔣議長共襄盛舉 而蔣議長還當場允諾 未來記者公會有任何需要協助的地方 他一定會盡力支持到底 記者黃又贤新中報導 平息國小分校東市國小廢校多年 今年由子東社區發展協會接受管理維護 東市里長兼任子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明洪 希望先將大環境整頓後 將閒置空間進行生態教育會館以創生基地 讓社區重現升級 平息國小分校東市國小廢校多年 今年由子東社區發展協會接受管理維護 同時身兼里長和理事長的李明洪 希望先將環境大整頓後 將閒置空間朝生態教育創生基地 老人共餐據典等多元利用 讓荒廢校舍重現早期教育精神 重新燃起生命力 今年由子東社區把它飆下來 因為幾十年來 農會經營有一點欠佳 所以說裡面有一些張刃點 我們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 志工不眠不休 把它清理出來 整個環境大大的改善 志工拿著高壓水柱沿著長滿青苔的硬體設施 仔細的噴洗 即使平溪地區潮濕多雨 滴滴答答下了一個多月 但這些志工的手依然沒有停下來 這裡是東市國小 雖然已經廢校多年 但社區今年積極要整理校園 許多志工都是以前東市國小的老校友 所以也義無反顧地加入這裡的行列 他帶領我們 我們都很願意 有很多的志工都會幫忙 因為這邊已經費很久了 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努力 希望他們的母校 我不是讀這裡 我先生是 他們的母校會非常漂亮 他的志願 我們里長的志願 就是說他的母校一定要完成 完成漂漂亮亮 以後有一些老阿姨 有一些阿嬤 他們可以大家聚餐 以後會作為教育 食農教育 強造共產運動 這方面來努力 包括整個找回以前 我們在這邊讀書的教育精神 把這邊所謂的一切 把他呈現出來 讓慶隆回鄉 讓以前在這邊讀書的校友 能夠回來 把這邊建造成為一個教育 照顧老人 包括整個生態方面的教育 其中一位志工就說 東市國小已經費校很久 但看到理事長李明洪 如此認真想要將校舍 打造成創生基地 被他的精神所感動 所以也劃行動支持 這些經費大多由李明洪自掏腰包 不過也是希望有關單位 可以給予更多資源來協助社區 這兩年因為疫情 不少旅遊景點生意大受影響 不過雙溪區農夫市集的生意 倒是不減反增 農家們將生產過剩的蔬果 拿到市集上擺攤 疫情時期 不敢上餐廳吃飯的民眾 就可以到上林農夫市集 購買有機無毒的新鮮蔬菜 帶回家自行料理 近來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天氣濕冷 雙溪上林農夫市集 今日雖然沒有人出來擺攤 但根據當地理長 簡德福就說 農夫市集成立近八年的時間 從早期的只賣假日 到後來因為越來越多人 慕名而來 假日已經不夠賣 因此現在連平日也都有在賣 就算這一兩年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農夫市集生意不受到影響 買氣不減反針 那這兩年當中因為碰到疫情 所以很多很多的外地的朋友 他們不敢在市區的大賣場買 所以往鄉下來 結果往鄉下來 就跑到我們農夫市集來 有時候曾經呈現出 用搶貨的這種情形 那我們市集的農民朋友 他也不敢在這邊賣 所以都在自己家的門前賣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自己家的前面 擺一個攤子這樣子 然後減少大家接觸的一個距離跟時間 所以我們生意房比較好 里長簡德福就說 因為疫情影響 很多人都不敢上餐廳吃飯 加上去年餐廳還禁止內用 不少人就自己在家開火 因為不敢到大賣場 或是菜市場人擠人買菜 就跑到雙溪農夫市集購買 里長形容當時盛況 可說是用搶購一空來形容 不少農友為節少接觸 甚至在自家前擺攤 生意成長至少三成 所以疫情有時候是一個轉變 那也是一個契機 那我們農夫市集這麼多年來 深受到大家的好評 就是往有機友善環境的一個蔬菜 所以提供外界的朋友 很好的一個蔬菜的一個地點 雙溪農夫市集 就在上林荷花田旁邊 民眾除了夏天賞荷花 以有機及小農栽培 為特色的雙溪在地農夫市集 也是雙溪小旅行的亮點之一 農夫市集的小農們 在現場大力推廣 雙溪在地的有機無毒蔬菜 讓外地遊客買到 吃到有機又健康的 雙溪農特產 借成為雙溪采訪報道 2月21日是世界母語日 新北市 新北市烏來國中小附社幼兒園 特別舉辦 將學童體驗在斷木植入香菇菌種 也藉此推動 沉浸式族語教學 讓孩子們可以在互動式的環境中 更輕鬆自在地 學習太亞族語 2月21日是世界母語日 烏來國中小附社幼兒園 特別選在這天 舉辦種植斷木香菇活動 藉此推動沉浸式族語教學 太亞族語老師拉拜表示 傅幼每個月都會規劃主題課程 並且將太亞族語融入教學 以及生活作息當中 包括這次的種植斷木香菇活動 除了實際的體驗 老師也透過課程 教導孩子們樹木香菇等太亞族語 我們會教他我們要去種香菇 我們要去種香菇 種香菇因為現在很多市面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小孩子不知道那個香菇是長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讓他們體驗到說在鑽洞 我們要砍木頭 因為過程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也設計了 我們從去年開始 讓小朋友知道什麼叫做斷木香菇 小朋友們將香菇菌種填充在工具裡 然後再打入已經鑽好孔洞的斷木 雖然有一點吃力 但大家還是很努力的使出全力敲打 也都順利完成 拉拜老師說 孩子都吃過香菇 但卻不知道香菇是怎麼長出來的 因此希望藉由實際體驗與觀察 加深學童的印象 同時也能夠學習到相關的太亞族語 從砍木頭然後要去找木頭 然後還要鋸木頭還要再搬下來 然後再鑽洞這樣 然後就讓小朋友體驗一下種香菇 同時學校也期盼 孩子們回家之後能夠跟家長一同分享 並且一起學習太亞族語 讓族語可以實際運用在生活當中 記者陳小旦採訪報導 新聞的最後要帶您看看生活看板 關心各地活動訊息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